今天是优衣库女孩妆场 我们一起来测评最近我买的 十件优衣库优秀的羊毛衣和开衫 我已经都帮你们筛选好了 很多都已经是五折三折的 超级划算 大家快去减宝 接着分享我的上升效果 那我是离形身材 身高1640米 体重54公斤 大家请根据自己的实际身形来参考哦 第一件是这件U系列的后开衫 那米色是我第一研究我爱上的颜色 奶浮浮的穿起来很温柔很温暖 也很有质感和分量感 这件毛衣的两个口袋也让用衣变得方便很多 而且好可爱哦 然后手袖玩起来穿呢 也可以显得更加精神 缺点方面呢 第一个是布料厚 所以看起来肩背会比较厚重 第二个方面是手袖下方和衣服摩擦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小乞丘 我觉得处理起来是比较容易一抓就掉了 那我个人穿起来还是很有冬春天的幸福感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件衣服 第二件是深咖色 深咖色我也觉得好好看呀 你有没有觉得会更耐看一些呢 让人突然间好像吃太飞糖的感觉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哪个颜色呢 和我一样身型的小伙伴呢 加小马可以当短款穿 因为他的手袖是足够长的 加小马看起来会比小马的上身感更时髦 有没有 视觉上也会更显瘦一些 第三件 这件其实是男款的 我觉得男装区有时候也是女生可以找到宝贝的地方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穿开衫的时候呢 比较喜欢常开穿 或者是上下少扣一些扣子 会显得更随意些 但是他就是没有口袋 那定价其实是比女款要高一些的 总体对比来说呢 我觉得前面的女款更香一点 除非这个男款的打折更有诚意 奶白色的套头毛衣 那这件呢 真的很显白 款式也非常合身舒服 整个厚度呢 穿上身还可以 就是享受自由的那种毛衣 这件毛衣贴身当穿的话 我觉得领口是有一点点渣 我本身皮肤是属于比较敏感的 对毛衣类呢 就是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像是这件的话 我里面穿一件T恤的话 就可以解决问题 第五件灰色毛衣 那这件灰色的上身效果呢 和牛仔裤配真的是绝酷酷的休闲感 接着是这件南瓜色 上身真的超好看 我已经穿出门至少三次了 是让心情很明亮的颜色 而且很显气色 第七件是奶茶色 圆领毛衣 我也是了白色的 不过他们的问题就是 衣服有点太薄了 容易起皱 没质感 接着是姜黄色的V领开衫 第一眼觉得质感一般 不过搭配网呢 颜色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 在我上一个视频 做Max Mara的测评 穿的就是这一件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第九件 同款的深棕色 那这个颜色对我来说 会有一点沉闷 更适合喜欢酷酷风格的女生 或者用来叠搭其他的衣服 下一件是U系列的男款V领毛衣 颜色太好看了 想和未来的男朋友一起穿 不过这件呢 真的是和渣男一样渣 一定要穿长袖在里面的 不过为了这个颜色 你们觉得有必要要留吗 第十一件是同款的棕色 看起来比米灰色会更显瘦一些 好啦相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 在挑选毛衣这条路上呢 真的是吃过不少苦头 不是挑到质量很差 动不动祈求 就是穿在身上很扎很难受 在收到教训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收获了一些经验 如果大家对挑选高字百搭毛衣 感兴趣的话呢 请留言告诉我 下一期再做一些测评分享 对了 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大力点赞支持 我们互相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